嗨 聽眾好 你說我啊? 不是,哥頓 你今年財星拱照 我啊? 是,桃花欠鳳 桃花欠鳳 你也是這樣 你不准 你不准 我算到我今年桃花很旺 我算到 你很應該是今天,明天也是 你每天都是 看見你的樣子 是嗎? 一陣子是治港 我去日本有艷遇的 我也猜到了 但回來香港沒有 不過沒有 哥頓想請教你 因為你 政界中人 政界和商界都出名 回事叫做政界 當字先 有一個人說 要找一些專業人員 去搞教育界 這句話好像在彈 彈著 那個叫巴曲頭 有一個翻名 我不說他 我免得掩污自己的嘴巴 不過我想請教你 不敢當 你覺得 香港政界 搞了這麼多年 政界獲得這麼多個特首 加許 搞到今天 仍然一模糊 每個老師先生都非常 學生 校長都非常辛苦 這件事究竟 香港教改這麼一塌糊塗 是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小孩子 有 不過他已經 不用再受教育 多謝 多謝 我的小孩子 以前都是受香港本地教育 用他的例子來講 那些故事 有個填充題 是中文三年班 他說 圓圓的月亮 漲什麼 又漲什麼 那就叫你填充 我兒子就填 圓圓的月亮 漲火星 又漲水星 他先生給 他一個交叉 他說應該漲一個皮球 又漲不知什麼 他有個model answer 圓圓的月亮 漲一個皮球 又漲一個 我不記得 他的model answer 總之就不是火星 水星 我去跟我先生理論 我說 你知不知道月亮是沒有大氣層的 火星水星都沒有大氣層的 他表面那些岩石 那些環形山 是和月亮的表面是一樣的 我說 你有沒有看過太空館的展覽文的先生 我說 為什麼你用那個model answer 給我一個交叉 就是他這個答案是最好的 這個可以側面地回答你的問題 噢 這個真的是 他沒有了一個創意發揮 人家明明答得好 但是不在model answer裡面 是不是 所以呂王呢 我們呢 很猛烈的就是 香港呢 為什麼現在現今 我們很多小孩子呢 蒙茶茶這樣 還有呢 這個世界呢 好像是不關他事 完全是不關心的 完全呢 他對那個世界不關心的 你問他什麼叫做 政改 什麼叫做 佔中 可能完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呢 現在的正教育呢 是不希望這些小孩子呢 不希望 由小學到中學 都不希望關心政治啊 不希望關心社會的 你見呢 剛才 開麥克風的時候呢 我們交代一下 為什麼我們遲這麼多呢 第一就是 又是技術問題 技術問題 擠擠都有的 喂 是啊 高絕Bad by 1AM 這個哪個啊 那電腦 這個肯定不是我的 這個電腦不是我的 這個電腦不是我的 OK 有人1點鐘要睡覺 OK 好 那我們就搞不定技術問題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我衰的 就是我又要去廁所了 那我怎麼 不知道不知道 沈建南也去的 他將你和沈建南一樣 直接不像啦 為之為妙啦 我覺得烈如愛貌 真的不太好 謝謝你啊志姑 多謝你啊葛登潘 那為什麼我要看這件事呢 跟膀胱有關的 是不是 烈不烈到尿 這件事跟膀胱有關 那為什麼我要看這件事呢 因為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那我就舉手說要去廁所 那時候是 做什麼呢 就是這個早上的那些 那些叫什麼 香港早晨 不是啊 祖會 祖會 就是整群人站在太陽底下 這樣穿四肢的 不用啊 站在太陽底下 曬得整面穿斑 這樣呢 然後有人想吐 有人想暈 這樣呢 這樣呢 就在那裡聽校長廢話 然後就睡到諸人廢話 然後全部都在廢話 那我就舉手 我就說呢 我很急 我要去廁所 那這個時候呢 先生就走過來 他就說呢 人的膀胱呢 可以裝到300cc 這樣呢 然後呢 當時的我呢 就不會反應 如果今時今日呢 我就會問他 咦 那我現在有多少cc呢 是嗎 應該 但是可惜 你現在反應得太遲了 太遲了 一隔了一百幾十年之後才反應 就已經沒有用了 嗯 但是呢 這個時候你發覺呢 那個先生就很開心地 拋他一些所謂的 很冷門的知識 拋小學生 你拋來做什麼呢 其實 他是一種權威而已 你跟他沒有得反抗 這不是一個對等的關係 來的嘛 但是我呢 就想起呢 當日我也讀過一些古文 有一個柳宗原 賣金者賢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叫做 那些人呢 就是那些人呢 就說 日日都搞下 種了波樹 今天就拋一下 明天就按一下 然後又拋一下 然後又拋一些水 然後又把水倒出來 總之就是這樣搞那一棵東西 搞到後來就死了 其實那些人本來 讀得好地地的 你怎麼要改改什麼 如果好的就不用改啦 是不是 越改就越噁心 當年這個麗的電視的 那個老總叫黃石照 你這個西裝呢 整一件西裝衣 改西裝很難的 是的 無端端不要鬥他 是的 我覺得阿潘 其實呢 阿潘Sir 其實呢 有個原因的 因為呢 這個等於呢 香港警察制服一樣 本來香港警察制服呢 都很企利的 為什麼會改到今天 現在這樣的形象呢 因為呢 當年那些警察制服呢 就是殖民地港英市警察 是的 於是乎呢 一轉了一支旗呢 就一定要改的 教育制度一樣 那些叫做港英殖民地教育 他給了一個標籤 那無論他好與不好 他都一定要在轉期之後 就要改的了 不改呢 那就 對不起祖宗了 我轉了一支旗了 為什麼不改呢 是嗎 我都要改 正如油桶也是的 是不是 我們寄了幾十年的信 找到一件紅色的油桶 就塞封信下去了 他突然間又要將它變成綠色 你不懂得盲那個都不欺負他的 他怎麼分道 但是他現在要遮住王冠那一刻才多餘 剩下那十幾二十個都不放過 是啊 現在幸好還有一個全香港最古老的 赤柱油桶那裡還有一個藍黃的佐治 不知道四世還是五世的油箱 那這個真的是香港之寶來的 大家要去看看 如果看不及 整個就拔掉了 真是可憐 那沒所謂的 其實在我們來講 任何東西只好 就應該承傳了下去 那香港是一個納納集集的社會 每樣東西都可以接受的 只要它好 這個是我們香港社會的特質來的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一定要去殖民化 當然有很多殖民的租迫 我們不需要保留 但是好的地方 為什麼要剷掉呢 因為 次官啊 他越好就顯得他現在越不好 是不是 就是你以前那個好 那你那些人對他念念不忘 那他就怕你會有迴響 他的迴響正正是他不想要的東西 那你見永遠 就是 次官兩位男士一定有經驗 就是 新女友入住這間新屋的時候 必定會將前朝遺物全部掃清 他不試 我沒試過 哎 次官 OK 我相信你 試過也不會 你不要那麼激動 對 激動到跌浪浪 對 真的 你見到新女友入住這間屋 立刻把梳妝桌 洗手間裡面 所有衛生用品 塗面的東西 塗面的東西 全部都扔掉 然後 你說扔掉了嗎 他不相信 他還要翻箱倒籠 有個灰水 是的 所有 曾經他聞到 或是一條頭髮 長過你的頭髮 那個彎度不同 顏色不同 都認為是別人扔掉的 都是要剷 這些是屬於玻璃心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錯 玻璃心沒錯 這個詞還用得最好 玻璃心 是不能撞的 很脆弱的 小小事都會帶來很多觸動他的神經 是啊 你越覺得前面那個好 就是覺得我不好 那我怎麼會讓你覺得他好 對不對 慘了 中共的官員經常都說 人心還未回歸 但是人心怎麼回歸 我都不從你那裡來 怎麼回歸 他說你是炎王子孫 你也有一個炎王解毒 炎王解毒 就是要解毒 我知道你也買了 我什麼時候幫你簽名 是啊 我拿給你簽名 多謝多謝 我也有 所以解毒就是 你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 他本身就不是我們的Origin 他是一個異族外來的東西 是 對 對 是啊 但是這個時候他不跟你說Origin 他跟你說血緣 大家都是炎王子孫 上下五千年 自古以來 他不跟你說 其實他的自古都1949年成立而已 他不跟你說 他這套土共制度 其實是轉完再轉 抄完再抄的一個四筆帳 但當他有權力在他手上的時候 他就要把全世界曲解 整個宇宙都圍著他轉 他是宇宙的中心 我覺得他好像做一台電影 自己是唯一的觀眾 然後自己說得不好聽 就在打飛機 是 我猜到你說三個字 自體 最後當然是自殺 大家不要忘記 在早前 天安門不是只掛我們毛主席的玉照 兩邊都有很多胡蘇佬在場 當年我還記得馬克思 印德士 哲令和斯大林 馬一你試 胡蘇越來越少 去到最低德國蝦餃 是 這些公公 這些胡蘇佬全部是德國人 猶太人 俄羅斯人 但是沒有一個是中國人 所以共產主義是來源於這幫翻軌 那時候也是很崇拜 改變他的文化 中國文化 又不講閻王子孫 又不講孔夫子的麗兒廉恥 沒有講過 現在我們教改 所以如果你說 好像是呂王說 要閻王子孫的德行 但是從來我感覺到 連忠史都關上去 忠史都沒有人道 那豈不是何來有閻王子孫的成份在這裏呢 古文更加不再 我們年輕時還有幾篇古文可念 有些德行 有些孔子論人論校都有 我相信那些孔子都不懂 郭董先生 我想他們知道孔子有個英文名 叫Johnny 孔子名優自仲利 Johnny空 是 除此之外應該不太知道 還有 你要明白 孔子被共產主義 拆到脫肺 在最近 只要撈一點點出來 以前 批林批孔的時候 孔夫子的醬都拿去燒 有什麼移動呢 做個孔子醬 你便想 孔子醬不是用來奉職 用來奉職孔子 是用來踩 這個 鬼佬的 頒獎給 這個 阿劉先生 所以呢 但是沒有人愛過那些事 現在到今天為止 孔子醬 孔子醬沒有什麼人去追 最好笑的就是 一個 成為國際少病的 第三世界裏面 一個極之不堪的國家的獨裁者 叫孟家比 他頒獎給一個 即是 簡直是過街老鼠的獨裁者 孟家比 孟家比說 我不要 哈哈哈哈 他都不要 他都不要 即是你說多瘋狂 是啊 全世界最老的獨裁者 但是他不愛 孔子醬又怎樣 不愛 即是那個 尊巴布韋總統 尊巴布韋的總統夫人在香港 大發痴威 又好像想打人的 有一宗官司 後來沒事了 因為她是外交人員 是吧 是外國那些尊貴的 國家元首的夫人 但是這個 穆家比 殘殺他的政敵 還有他民不聊生 走到通化膨脹 那些貨幣去到幾十億一張 總之是不可思議的 這樣的領導人 你頒一個孔子獎給他 不是孔子獎給他 我都不要 因為那個孔子獎 是影衰我 人家說 即是你說多情何以堪 普京都好像 沒有份的 那個獎 其實是很多人都不要的 他找一塊人民幣的現金 紮一塊給你的 這樣的獎 怎樣要 最初有個台灣佬要了 是的 這樣就大劑了 現在人人都不要 那個要了 真的不知道 哭三聲 所以說回教改 教改為何失敗 我想教改最重要是為改而改 好像呂王所說 為了要去殖文化 要去中國化 包括去中國化 而改變 所以裏面很多細的項目 都不是近時那個香港人 我們那一代 或者我們上一代人 是接納到的 接受到的 那譬如中文 嚇死我 現在考中文那些 那些題目 和那些所謂文章分析 我都不懂 不知道要講什麼 不過他就認為這樣教 原來就是好 就取消了所有泛民 以前我們年輕人說 唐詩三百首 不懂淫時也會偷 唯一可以偷的就是兩樣 一個就是偷情 一個就是偷詩句 現在呢 連詩句都沒有 可以偷 那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偷情和偷詩句 是不用坐牢的 其他東西就大壞些 偷情也不用坐牢 你偷得好就不用坐牢 所以 偷詩句也不准了 沒有地可偷 那你也不知怎麼辦 那這個呢 真是 真是使得 那其實呢 我又很同情啊 是不得定的 為什麼呢 跟不得定呢 他那個人呢 就比較 愚鈍一點 交這個波給他呢 我看呢 他是沒有不定的 誰都沒有不定 不只是他 不過他呢 就越沒有就越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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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摸摸摸 那個波就沒有了自己的龍門 那 那 所以呢 那 所以呢 我覺得呢 就 太過窄怪不行 呢 又似乎呢 就 對他來說呢 是 就是 科客 因為他根本就是 Peter's Principle 他已經升到那個位子 是不應該做得到那個 那個工作的了 那你硬要他做呢 真是很可憐的 所以就經常要去旅行 不過我又不太喜歡 不行了 說話 為什麼呢 怎麼可能講自己一天看三十本書呢 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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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算了那些汽車雜誌 和電視周刊 他呢 就沒有這麼說 有 他說周刊也算了 他說呢 他初時就說一個月讀三十本書 這樣一班長途機 一程 不是來回 都可以寫到十幾本的 他是算了所有看物 對 後來那些人再挑戰他的時候 他就說 哦 就是看物都解 是 時裝雜誌 旅遊飲食 playboy 沒有什麼字的那些 陶表為主那些 總之就是所有的期刊 那很多人呢 就一個看了三十本書 那書字的誤導成份很大 人家以為他真的看完一本書 那一本書我看了三十天 那本書呢 都未必看得完 很多書都要三數十天才看一點 正題 何況呢 你就很粒粒粒 其實呢 以我們這個年紀呢 已經不能進入腦了 如果真的要看呢 就真的要 咪的 一件事叫做咪書 為什麼咪呢 咪就全程灌絕堆下去 是吧 怎麼能夠就這樣說呢 似乎呢 我還在懷疑 現在呢 不行了 是不是有一種學將呢 堅志雲 有些人是堅志雲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 我們那個朋友就是了 探長 他堅志雲 堅志雲 開了一種藥呢 就幫那個小朋友的 那個集中力 那個專注力呢 接著這個成績就突飛猛進 那一個媽媽呢 就要求那個醫生加碼 加藥 看看可不可以加到 變考第一 你再加下去真是第一個了 是 第一個 第一個 哈哈 又有一段新聞呢 就是悲慘新聞來的 是 講到呢 原來有些名校的學生呢 要吃精神科的藥喔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們受的壓力很大 那麼 這個讀書呢 經常就說一句話 就說要在歡樂中吸收 原來就是最好 又說呢 一個小孩呢 最重要呢 就是他的童年 就不要使他童年呢 在一個呢 壓力底下 或者悲慘底下 度過 但是今天的教改呢 改了之後呢 我看呢 教師、校長、家長 連同學生呢 都是在一個很忙碌 和不知所措的環境底下生活 壓力之大呢 我想 比我們現在的 找兩餐的人呢 更加大 最大的問題 就是 考試 所以呢 我想請教兩位 究竟 我們考了這麼多試試呢 我最後那次考畢業試呢 就告訴自己了 我以後都不要考試的了 我以後都不會參考試的了 你給我一個學位 麻煩你 給我一個名譽先 名譽 名譽學位不需要考試呢 就行 要我考一些就不要找我了 我最怕考試 哈哈 因為考試根本就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愚蠢的行為 不知道兩位是否和我同等的想法 我幾乎是同一個想法 我在中大考完最後一科的時候呢 我就有一個這樣的大聲 學一聲和次官一樣 我以後不再考了 考完這次我們就可以了 誰知道隔不久 我們就去考GMAT 去外國讀MBA 一樣是讀那些選擇題 我覺得呢 那樣東西呢 如果你面對它 做到好成績呢 是等於沒有意義的 因為這個叫做寫本續末 就是我覺得呢 我自己包括在內 很多香港的學生呢 是很懂得答那些考試的選擇題 他有個方法拿到一些分數 很懂得答嗎 就是用了一些方法去挑戰那個遊戲 就是那些選擇題捉路啊 有些方法五個猜一個啊 然後四個猜兩個啊 就是總之呢 但是你對那個科 是完全不需要了解的 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些是好像呢 最後就成為一種篩選的工具 令到那些人呢 就適應了那個遊戲 但是什麼都學不到 是否完全什麼都學不到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見到的呢 就是現在呢 有少少一蟹不如一蟹的 而這個系統呢 最培養得出厲害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補習天王 真的自顧的呢 就是那些人了 你創造了一群聰明就是那一群聰明 那一群聰明 那一群聰明真的很聰明 因為為什麼呢 只要一群聰明 每個都幾十萬一個月 為什麼呢 他就是幫你計精 他就是給你一個技巧 那你說那些班有沒有用呢 一定有用的 你說不是的 沒有用的 那看你什麼程度呢 他的用是在於什麼 就是在於你考到高分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技術性激破 但是他跟學問本身毫無關係的 現在他究竟教你 念力吸切 念力高分 有一部分旁邊左道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即使你服從了遊戲規則 你拿到很高分數 就不停地上位 但是其實你是什麼都學不到的 我們那時候都已經在訓練自己的考試了 不是 他學到什麼呢 他學到什麼呢 他學到剪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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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學到就是 我不需要把真的努力 我都能夠 可以考取 取考 因為這一個就是香港 整個社會的濃縮 誰跟你說 你記得有一部電影 周星馳的電影 你一個人又好人 又孝順 又勤力 又謙卑又禮 然後做了什麼 做了乞丐 對嗎 現在我們從小看電影 都是這樣跟我們說的 聰明是不用那麼辛苦的 你勤力因為你疾 總之他走正面就是寫一本俗門 令到那些人成績很好 但是不表示任何事情 譬如說會考拿了一些狀元 九丘或者怎樣 其實他每一科的東西都不太懂 他懂得考試 他懂得考試 沒錯 對 我完全贊同你兩位 因為我認識很多個 因為我都在大學裏面 教書很多個 博士 教授 這些人物不用問 由他年輕人手指都開始考第一 小學不用問 中學 大學 都是頂尖二的人 包括現在我們奶媽小姐 她都未考過第二 她在名校都不斷考第一 所以考AO自必著數 但是呢 有一件事 我大膽講一句 是完全沒有常識 為什麼沒有常識呢 問任何東西都不懂 廁紙在哪裡買 不知道 八達通怎樣用 不知道 那些是日常 生活常識 現在我說的是 走來電台說話 有一次呢 我們有個前輩 阿珊金老人 就說 這個臭老狗 原來她是不懂什麼叫臭老狗 你不是說奶媽 你說另一個女人 不是我說我 次官 次官 次官你去了哪裡 次官 可能 因為剛才有幾個大咩 你出來 凝固了 他 凝固了 他 我們節目繼續做 我們繼續做 我們沒問題 我上回Wi-Fi就可以了 就Wi-Fi OK 好 不好意思 我們繼續說 剛才次官說 那位高官 我們懷疑她是奶媽 就說不知道什麼叫臭老狗 任何東西的常識 都是不懂的 他繼續說 一走來做節目 我們知道什麼呢 不懂 撐了一個變動 那你說 怎麼辦呢 那些人沒有這樣 沒有這麼薄濫的騰書 沒有放外書的知識 一本就很可憐 是呀 現在看到啊 很清楚 OK 回來了 所以香港呢 就是 香港呢 就是這個 這樣的教育 使得那些人 讀書 是很厲害 考試很厲害 但是原來 一切 而生活上 隔離的知識是沒有的 那他 將來他出來 沒有common sense 怎樣認識 怎樣仇誓 怎樣仇誓 這個呢 我認為 不僅是香港 現在制度 而以往制度 都有這個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我講一個朋友的例子 我最近呢 我家裡 就有一個蟑螂 環 我就很崩潰 因為蟑螂 是多到的地步 就是 睡著睡著睡覺 會發覺 上來咬你的腳 咬我的腳 咬我的大腿 咬我的臀部 咬我的臀部 是 我睡著睡著 突然之間 很想做蟑螂 很癢 然後呢 一看蟑螂 在臀部 蟑螂拉進我的頭 哇 瘋了 OK 那麼 正常人類 就叫這個滅蟲公司 過來 一看蟑螂 一鑊打破它 對爆它 但是呢 我就想著死 我家裡整個屋貓 待會 貓斷送陪蟑螂一起死 戰屍底 怎麼辦 那些貓去捉蟑螂 捉不完 太多 哈哈哈哈 多得捉不完 多得捉不完 很崩潰 然後我說這件事 為什麼呢 我就叫朋友 因為 Supposedly 唉 這件事很慚悔 我不應該殺生 但是我已經崩潰 我已經接受不了 我就打給朋友 我就說 喂 過來救我 幫我想辦法 怎樣把蟑螂丟掉 那我的朋友 就說 可以 方法有 就是灑蟑螂藥 他就在我的房間 周圍灑蟑螂藥 我就說 喂 我現在出門口 我可不可以噴殺蟲水 噴到整個房間的殺蟲水 然後我回來打開窗 我今晚就不用再對著他們 他不用再走上來 搞我 他說不行 你噴了殺蟲水 那些蟑螂就會不吃老鼠藥 即是蟑螂藥 你噴了殺蟲水 他怕 他怕就不吃蟑螂藥 然後呢 我初時聽了 都覺得好像合理 過了幾分鐘之後 我開始想 我頂你又廢 我到底是要他吃蟑螂藥為目標 還是目標是我要他死掉 你明白嗎 為什麼不開箱管齊下 但 apparently 就是在他單線思維 他覺得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蟑螂藥 你就是要他吃蟑螂藥 如果你用了其他東西 你就會禁止這個計劃 所以你只能夠用一個線的方法 他忘記了初衷 初衷就要殺蟑螂 沒錯 忘記初衷 沒錯 還有你這個現象 或者這個故事 其實也反映了另一個 香港教育的失敗 就是香港教育 以前在我們那時候 有很多要記憶 不懂分析 現在呢 記憶不需要你了 因為呢 電腦上太多資料被你查到 那你需要分析吧 你需要有對事物的看法 有個人看法 都沒有了 都不希望你有 因為呢 如果你有一個這樣的分析能力 就是說呢 你知道什麼叫做事 什麼叫非 什麼叫好 什麼叫頑 那呢 有礙於他執政 啊 講就說 通識呢 就是要獨立思考 查實呢 就希望你不要獨立思考 人云亦云 這樣說你就這樣做 這個呢 服從呢 是最好 幸好有些 準有的 我們這些節目 如果這些節目都沒有 全香港都沒有分析了 其實我的想法呢 我覺得 志官說的那件事呢 其實是一個大的現象 就是說呢 現在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整個國策呢 他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平衡 裡面一個矛盾 一方面呢 他希望有些軟實力 去和一些超級的強國競爭 但另一方面呢 他要管住那些人 要控制那些人 如果控制那些人呢 就像志官說呢 他一定要看一個權威 然後放棄了自己的思考 然後呢 就盲目地服從他的權威 兩樣東西呢 那種盲目的服從 和那個創造性呢 兩樣東西 是根本水火不相容的概念 是啊 所以他就變了 到現在都沒有軟實力的 他什麼都是抄人的 抄完之後還要惡過人 不然你有New Balance 我又新把子 我新把子 比你New Balance 還要你賠錢給我 是不是 在他的邏輯裡面 就是這個世界正如 中國的一個韓韓 一個青年作家 網上的作家 是 他說呢 世界有兩種邏輯的 一種叫做邏輯 另一種叫做中國邏輯 中國邏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很悲哀 是不是 多厲害都沒有人 因為你要有創造力 現在香港就做到這件事了 你的創造力是同 香港就搞到他 他只是把香港變成中國 現在 他要控制住香港人 但是香港人是吃老的 想辦法的 你現在我們說的 周星馳那些人 是回歸之前 已經培養出來的 香港的演藝界 現在 回歸之後 培養什麼人出來 因為那些人都沒有創造力 變成一個機器 一個奴隸 是不是 所以就變成 每個人都是 總之 服從一個權威 背著 做一個羊群 裡面 一隻羊 跟著那個指揮棒 你叫我坐就坐 你叫我站就站 你不要理 擺明百度 是抄Google的 那個interface 完全是那個樣子 是這樣的 他一樣 他WeChat擺明 就是把Facebook 和Whatsapp 混合在一起 那 他一樣是走到的 所以在他那個小小的生態環境裡面 是不介意你抄 因為他現在 他關門了 你抄了就代表有的 而他不會跟外面比較 即是在一個特定空間裡面 對的 譬如說 有些什麼叫利郎 七匹郎 這些牌子 在中國以外沒有人買的 但這些牌子在中國大把客 但問題就是說 當香港人都被他變成 整個機器的時候 我們在大陸都沒有優勢的 即是你七百萬人 聽全部做黑衣 就像你說的 是啊 阿潘講到我的心事了 我又講我自己的心事 我還是現役寫作的 寫劇本的 現在流行網劇 你知道大陸現在流行網 香港寫劇本就辛苦了 但是沒有錢兼沒有出路 那就要去大陸寫網劇寫東西 但是我一交這些故事出來 就很多人認為這個是香港式的 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要看的 大陸的90後 他講90後 他講90後 那些人要看現在那種 90後的戲劇 我分析一下 研究什麼90後的趣味 原來就是阿潘所講的 全部A4 全部A4 原來將 美國荷里活 成功的pattern 調過來 在中國 用了中國 中國的模式 改革會面 改革會面 舊瓶新酒 新瓶舊 如果你用舊瓶 有時候香港那個形式 或者再轉變 這個瓶 這個酒都不愛你 次官 但是 它是不能夠有一個 叫做House of Cards 它也都不能夠 有這個Broadwalk Empire 因為為什麼 你House of Cards 就是講這個 政治人物裡面的陰暗面 是不是 你Broadwalk Empire 雖然不是講義交 是講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但是你講那個時候 多麼貪污 禁走怎麼禁了 這個四大黑幫出來 喂 這些你拍大陸都不行 除非你說民國時期 還有 你以為可能不行 但是呢 他轉了改革會面 將那個奸角 扔了去一些 國民黨 扔了一些 漢奸身上 那就得回了 最後的性命 只要是偉大的 毛主席領導下 OK的 所以問題就是 中間你怎麼分 可能還領到 功都還沒頂 但是這件事呢 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 走向退步 為什麼呢 因為你永遠沒有創新 永遠是 人家這樣你就這樣 人家的軟實力 是這樣增強 你就學了它 學了它之後呢 你自己沒有創造性 因為沒有創造性 這個國家 這個民眾 這個軟實力 沒有發展堅強起來 我最擔心就是 香港的政改 改來改去 最後來 是抹殺了香港人 最厲害的那種東西 就是我們 我們那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包括了 潘 包括了 呂王 這些 不是說你年紀啊 在我們的生活 還是有創造性的 還是給了一些 自由度 我們去創造 我們的分析力 以及理解力 還是 雖然是西方來的 但仍然在我們香港人 心目中 在香港人的再創造下 是有新的花朵的 現在我最怕這個政改改改 連這些都沒有了 教改啊 教改啊 就是這個 這個教改 正如剛才說 不應分的就是改 但是他就把那些東西 架床疊木 做了很多東西出來 英國 殖民統治的時候 香港的教育制度 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就 不是說幫某人助選 他投入口號叫做 優養生息 就是給一個喘息的空間 我們以前在殖民地教育 他給了很多空間 你可以做自己私人的事情 他現在這個 以考試為本的事情 你根本是沒有空間做其他事情的 你全神全程投入 就是應付那個考試 已經賺爆了個人 這個就是 我想這個問題越改越大鑊 推完一塊東西 推一塊東西 我想說 你留意一下 大陸他是很喜歡做一件事的 就是他很喜歡給你去追 就是這個電套理論 你看到澳門 他們那些賽狗 就是前面的電套 你永遠追不到 永遠追不到 永遠追不到 一堆狗公 就給一個美女出來 然後 或者一堆女 就給你一個假想敵 包括你政治人物 都是 就是這群泛民 可以 我給你一個偽泛民 我給你一個分裂的目標 分裂的理由 永遠都是這樣的 即他是會提供一個理由 給你 去認為那個 才是 你應該追求的目標 譬如舉例 現在整個大陸的女人都覺得 范冰冰就是一個model answer 對呀 是不是 我要做范冰冰的樣子 我去到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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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一個大陸的 在泰國住的女生 跟著去做tour guide 帶我去買東西 那些 那些是說泰文 我打算說 那 他是 我不斷喝泰式奶茶 他呢 不喝 我就問他 你不覺得好喝嗎 為什麼不喝啊 你要買杯 因為范冰冰說過 他的皮膚之所以這麼白 就是因為他從來不喝咖啡奶茶 他馬上戒了 即是喝咖啡奶茶 吃咖啡奶茶就會黑了 對 然後我就問他 那你白了沒有 他就回答不了我 因為他一樣是全面穿斑 和泥的顏色 那是不是黑人 喝 給誰 給誰 賭過 有那個值錢 那每個人都追求 現在講到博 現在有新解 香港法庭說 12月26日是叫博星爹 那天就是博東西的 法官說的 你的法官很厲害的 大佬 是啊 告訴你博星 博著 博星爹你都不明白 法官自己演繹 就是中文 成就是英文 就是進行識 進行識 現在沒有識到 認識這件事了 啊啊啊啊 呂王 一百歲不死都會有新聞 我也覺得是 是 哈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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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了這麼多 慢慢說 靜改了很多靜改的東西 還有 你們兩個有沒有留意呢 譬如WeChat那些 它有那些訂閱 是很棒的 就是它是會跟你說 就是 什麼 我隨便說 我隨便找一件事 他們是會說什麼 啊 就是你只要做這件事 跟著呢 就會所有男人拜到你群下 這樣 是的 十二生肖店的分配是最好名 你應該做到 很準 很邪 做了你還在 哈哈 哈哈哈哈 還有那些什麼 四十歲的女人這樣脫衣服 女人呆了 男人癡迷 那樣 就是 你看到它全部 都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它給一個理由 給一個目標 告訴你 這個 就是標準 你不跟這個標準 你就很落後 那這一堆的羊群 羊股 蠢人 蠢貨 就真的會相信 我去年剷掉了 我剷掉了 我怕那些情報組織 我知道 我都想剷掉 剷掉了 但我不剷掉了 我都要做了 你做生意 不是的 我爸爸的聲音在裡面 噢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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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做個影片 當它下載出來 是的 把所有的錄音 放在一個 那我就可以剷掉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將它做了DVD 那些東西 藏在一些比較永久的地方 是的 我也覺得應該要 嗯 阿潘 是 如果你在年尾年頭 昨天人一堅立春 那你之前 你都會走過報攤 書局 七十一等等 你會發現 很多運情書 就在香港這個社會充斥 大佬 你們先說 我去廁所 你知道我的膀胱只有100cc 是的 只有20cc 我小時候的廁所不知道 你等我一會 我去廁所就有 雖然我沒有鬥過 但我都想到是 我也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 我都沒有了 好正經 是 你看過那些運情書 沒有 我一本都沒看過 我在街上 那些報紙堂都放在那裡 那個什麼 是不是好像有一個去了 林珍 是啊 我介紹的同事來的 還有一個李居明 很出名 還有那些 麥寧寧 總之那些蘇文峰 那些 每人都有一本 林珍就好像去了 全年的收入 這件事就是最重要的 我聽我的出版社的老友說 曾經去到燒過十幾萬本的 一冊王運程書 十幾萬本 很多個都燒了十幾萬的 不止現在呢 有很多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可以上去我們國內 在國內銷售 如果國內銷售 是不行的了 不只是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我們那邊都不行的 我真的不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國內十三億人 十分一人買你都不行的 那個銷量呢 是很令人驚 但問題呢 我不是在說這個銷量 是在說大家有沒有看運程書 或者生肖運程書 是多麼害人呢 我說個害字呢 真是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這麼多位大師呢 闊著啊 大師呢 真的沒有準的 喏 喏 有個老朋友呢 我有個老朋友呢 林康正呢 可能你也認識啊 聽過 沒見過 聽過 林康正呢 他啊 心水清啊 逐個逐個 拿了出來 就是將他對照 對照跟著發生的事 是啊 找回以前的東西 他說啊 李居明居士呢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我認識他四十幾年 以前呢 不是居士的 現在突然間做了 撞傳佛教 大師啊 阿查尼啊 就是整個 凌波車那些 那些 不是 他又不是凌波車 哇 我想都很厲害了 就是他自封的 其實他不是 喂 等等 他不是撞傳佛教 他說自己是東蜜 東蜜啊 死定 但那些衣服是撞傳啊 哦 東蜜 東蜜 他是蜜中 不過不是撞傳 是東蜜 那邊回來 是啊 是 這些都叫做 如果我用四個字形容 可以不可以的呢 我覺得這些叫妖言惑眾 啊 我又先講了這個講維先 嗯 我覺得我們在八十年代呢 我還在這個電視台工作的時候呢 我記得我們的老總呢 叫陳慶祥 是 陳慶祥呢 有一天呢 很嚴肅地對我說 我跟我說 陳慶祥呢 你們千萬不要找這些 這樣的算命啊 沖水啊 來做節目啊 啊 為什麼呢 總經理陳先生 他說呢 他們個人本身 已經是一個商品 如果你上來叫他呢 做節目就是等於跟他 免費宣傳中 那個人一現身就等於銷售那些東西 是啊 我們這個台呢 不能夠免費跟人宣傳這些東西 是犯法的 嗯 所以呢 當日呢 迫著我們也要做的 比如要做十二生肖解釋的 那時候我又沒認識到啊 神婆啊 沒認識到 即是我啊 是 那當然呢 我找到一個教授 嗯 宋朝光當年呢 在浸會教歷史的 是教授 那由他上去講 他不是專業啊 當年 那就變成OK了 但後來呢 說了兩黨 他連教授都不做啊 他都出賣那些書啊 是啊 宋朝光都出賣那些書啊 大哥 教授都不做 為什麼呢 因為教授那份人工都是計稅嘛 現在這個就是真 真銀啊 真銀啊 那比如說 李居士這樣算呢 他當年呢 梁振英和唐唐 兩位在爭的時候呢 他呢 出其謀了 他說兩個不行 應該是葉劉得啊 總之葉劉維都進不了啊 如果當年來計呢 如果找回來看呢 那裡十幾人裡面呢 只有五個可以 只有五個說 是講到梁振英而已啊 其他呢 個個都買著這個 唐英年 買著唐英年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個個都是看風頭而已 哪裏是真材實料 是從那個命理那個運程裡看到呢 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世界有沒有運呢 你在這麼多年的生活裡面 信不信有運呢 哇你夠不夠時間啊 慈光你開我老本行呢 我有排說的啊 你會後悔的啊 你要簡單解我聽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有運呢 你明不明白呢 我本來打算明晚如是我民 就講這個話題的嘛 不要緊的 繼續吧 OK OK 十二生肖 留給你慢慢講 首先呢 十二生肖 就只有十二件而已 那會不會全人類呢 現在多少人呢 七十億人啊 就是只有十二種 七十五億啊 七十五億啊 總之幾十億啦 七十七十五億啦 總之你會不會呢 那麼多人都是屬於這十二種命呢 當然不會啦 那麼呢 Supposedly 你說那群人呢 又說唐英年啊 又說梁振英 第一 你怎麼會有人來的時辰呢 你不會有人來的時辰嘛 你明白嗎 即是出生時間沒有 那他的 information不準確啦 好了 這個時候呢 就有其中一個邪惡老人 就跟我爭辯過的 他就說呢 這個子平八字呢 就準個子微豆數的 因為呢 子平八字 就是所謂的算八字 嗯 年月日時 為之八字 那你就說呢 啊這個呢 就準很多 因為他變化多很多 但是呢 子微呢 就只有這個 就是一百四十四顆星啊 接著只有幾個格局 調來調去 那樣的樣子 但是那分別在哪裡呢 那分別就是呢 如果你是子微的話 沒有時間開不了盤 你有時間才開到 但是現在呢 如果是子平的話呢 只能連月日都可以推到的 他認為 是啊 那你想一下 你怎麼可能推到 梁振英還是唐英年 莫非他真的把他的八字給了你 他出生時間 好了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就是說 即使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辰 是兩個小時 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出生 同時爆出來都成千萬 沒錯了 全世界這麼多人出生 有一千萬人同一個八字的 是啊 那怎麼算呢 你想想七十七十五億人都好 有多少人會同八字呢 那麼李嘉誠那個時辰也有很多人出生呢 那是不是個個都是李嘉誠呢 又不是 對 對不對 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有些計法 就會再精細一點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譬如他計算你的胎數 就是說 你是你媽媽第幾個小朋友 他這個呢 包括那些 流產那些嗎 不包括的 包括墮胎那些嗎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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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計算下去也有幾萬人 或者幾十萬 我知道 聽我說 他就分析到這個孫生 例如舉例 Isabella Rossellini 她是雙姐妹來的 就是她是孫女來的 但是她的命運 跟她的另外一個姐妹 就相差很遠的 她就很出名的 但是她的另外一個 就不出名的 那你說那些孫女 或者她的命運都可以相差很遠的 那麼多一個系統就是胎數法 另一個大家都聽過就是鐵板 鐵板就是對到哪一分鐘 是不是 那其實你說這兩個系統以外 傳統的子平八折 都有一個時辰再展開三個 譬如某時初 某時中和某時尾的分別 但是現在的人 你去找一個師傅去看的話 他就這樣 你給他一個時辰 他就開了 他就直接說了 他就不會跟你逐個逐個對 你是不是你爸爸媽媽的第幾個小朋友 都不計較 是的 你這個時辰 譬如你神時 初、中、中、中、後 沒有人跟你對這些事情 對到之後 再跟你推翻過去幾年 是否發生過什麼事 沒有啊 因為為什麼 租金貴啊 大哥 要交租 趕快一個小時看一個 每一個收你五千元 他就可以住大屋 對不對 沒有人好像以前那些 古人好閒 然後慢慢跟你計 計到你覺得正好為止 不准不收錢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不准不收錢很難賺錢 但是次官知道這件事 就是在印度 古業的單頁 古業的單頁 古業的單頁就是手指毛 手指毛我也重複了 大家都知道 手指毛吸了出來 他確認到 你叫做哥登潘 你有個前妻叫什麼名字 你爸爸媽媽分別叫什麼名字 你見到兄弟子妹 然後你 還要知道你的 連生八字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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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連生八字 只是指毛 名字都不需要 我給你所有東西 我沒有給他的 你沒有給他的 我沒有給他的 任何人去到 你都是給他一個指毛 你什麼都不用說 那個是比較奇妙 但是有個不好處就是 小弟不知命是硬還是衰 到現在拿不到 那個味道 為什麼呢 那個肥佬接了那些燈生意之後 歸了西 是 騎了殼 騎殼西去 所以我到現在 都不知道後面想怎樣 我問那些東西 他完全回答不了我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其實我想知道 究竟世界上人有沒有命運呢 這個為什麼我這麼著急呢 著緊呢 因為阿潘都知道 中外古今 都是在哲學上 都是講的 非前 命運這件事 戲劇呢 都是講命運 最大的人的鬥爭 最大的敵人 是他的命運 那究竟人有沒有天定的命運給他呢 這件事到現在我成七十歲人呢 就來叉歲了 仍然我沒有法子肯定 所以請教兩位 尤其呢 大師級 呂王 不要玩我 讀書之多呢 唉 那當然是阿潘 那兩位呢 見識見聞廣闊 教一教導小弟 究竟這個世界 是有沒有命運呢 阿潘先生你先說吧 你覺得有沒有命運呢 我覺得呢 如果我比較diplomatic地回答 有就沒有就行了 但是如果我真正跟你說 我這個節目是不說廢話的 直接點 如果我跟你說 我就說 有沒有都當他沒有 有沒有都當他沒有 當他沒有 即是他可能有 可能沒有 你要當他沒有 因為有些東西 當你不可以falsify 即是不可以證明它為假的話 那些東西就沒有什麼value 不是證實證虛嘛 是的 即是我不可以證明任何 剛才說 有些是看你時仁八字 有些是看升盤 有些是看你的胎數 可以看一百萬樣樣 有些是看子毛 但我會覺得呢 我們沒有辦法證明他的偽性 即是不可以falsify 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應該當他沒有 如果當他沒有的時候 人怎麼做呢 人就要做自己的事 去改變你身邊的事 你走出來付出行動 你就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是吧 即是 即是經常都說 如果不做的 很簡單 不要說那些國家大事 有個女兒在那裡追 你不打電話給她 不接觸她 不找人去聯絡她 她不會走過來找你的 要找人聯絡的 你不懂自己聯絡的 不是 即是總之找個方法 是要找人的 你不去做事 You don't take action OK 即是現在好像這個女兒追我 是不是女生 這個 這個女兒追我 你不take action的話 你每天都會幻想 我跟他拍拖 結婚 那些兒子會怎樣 你可以繼續幻想 浪費你的氣 男人不是幻想這些事 你不要當我第一天出生 不是 我在這個節目裡說些正經一點 如果不是當然幻想 他現在穿著衣服 會不會跌下來 或者不跌呢 知如此 即是 你是時候和你的朋友探長說一下 其實女人大波那些 通常都比較丟 叫他不要再遇到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不是 如果他那些不是課真價實 就不會跌 因為 當日這個 有一個香港的藝人 不要說名字 因為現在嫁得很好 他不是拍了幾套那些三級片 那時候跟我一起看那部戲的時候 不知道是甚麼情 情筆 不知道 沒關係 他這樣放在那裡的時候 他都還是很 就是好像向著天 這個很堅 對 所以他們 很堅 他們人工的事情 就不會想的 傻豬來的 技術呢 就日生月異的 還有 科技呢 就日億千里的 那發生甚麼事呢 現在就算是假的 都可以好自然 都可以 現在是質地不同了 是啊 我現在插開講那些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要講一件事 如果你喜歡一個女生 這麼簡單 但是你不取行 只是在幻想的話 你是永遠不會 跟他有任何接觸 你沒有任何接觸 你失敗的機會是 百分之一百 你成功的機會是零 不行啊 我又要跟你爭 我又要跟你爭 就是讓他過來搞你 當然 如果你過來搞你 你也會報告的 傻豬來的 電套理論 不是嘛 好像女兒那樣 就是穿得漂亮漂亮 出去走個圈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個行動 你要報告的 這些東西我認識的 你不要去哄女生 不要去送花 你叫他幫你做事 我讀過心理學 你叫他幫你抄功課 拿筆記給你 外面買些東西進來 總之那個女生 不斷幫你做事 做完一輪之後 洗完廁所 你認識什麼女生 會這麼愚蠢 幫你洗廁所 幫你買這些那些 他就會有一個叫做 Cognitive Dissonance 就是 一個認知的一種不和諧 為什麼我幫他做這麼多事 我要證明自己是一個正常人 自己的眼光不錯 我整天做這麼多事 因為他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喜歡他 但是我所說的 佈局也好 主動也好 被動也好 怎樣也好 你要做事 你不做事 什麼都不會有的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走個圈 做事 你走個圈 你穿得很sexy 走個圈 都是一種事 你不如藏在家裡 別人來找你 刺官知道我的事 阿姐我 什麼都不用做 專門引起痴漢 你現在已經做了很多事 你看你的Facebook 你覺得癡漢是很恐怖的 癡漢 他和你是平衡宇 在他的世界裡 他覺得他已經和你見了家長 然後 訂了酒席 你已經是他的人 這樣 真的 但其實 其實我是不認識那個人的 所以說你要Quality 不是Quality 你要惹那些狂風浪跌 不是這一艇 這一艇 這一艇就多多都沒有用 我明白 我明白 師傅 但是我的命是這樣的 我的命 我的命 我的命就惹了這種膠 女命 男命也有 我承認另外一個男命 都是這樣惹了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 我這件事和阿潘 這個說法 不能夠說有衝突 為什麼呢 我覺得 譬如 你makeup自己 將自己化妝 當然 你這是一個禮貌 我不是當你是一個 發霞發燈 要整領自己 另外吸引人 你本身是一個禮貌 出來見人 都要有一個樣子 這個呢 本身就是做了事的了 是action來的 如果完全你未做過事呢 我就相信呢 你直接沒有放上Facebook 根本這個世界的痴漢 都不會那麼多 或者沒有 所以呢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呢 是剛剛配合阿潘說的那句說話 我很相信這句說話 六個字而已 我人生的一個座右鳴來的 他說呢 叫做 盡人事 聽天命 這個說話不能夠倒轉的喔 不能夠倒轉來說 一定是盡人事 聽天命 如果人不是盡了人事做呢 天命呢 不會跟你做得 不會跌下來的 但是世界上有沒有天命呢 有沒有命運呢 我相信 天命是有的 那樣東西是有的 但問題是 要盡人事先 那次官 這件事有得爭的喔 好像現在四位候選人 四位跑馬制這樣 這個又說 神叫他參選了 是嗎 不知道誰是神 老老實實 他的action他已經取消了 他就是聽了西環那邊的神 他的一個旨意 那他就參選了 對不對 他已經做了他做的事的了 但是呢 他的神 就是你的神的喔 對 然後胡官就說 那如來佛祖叫我參選了 是不是 然後那些什麼 真神阿拉啊 還有其他 這個道教的三清 也沒有出聲 可能真的 大將神也沒有出聲 就是 喂大哥 你認識四大板塊 選了四個候選人 那就是大家打獲金的 對不對 那大家打獲金了 好了 所以剛才你們呼應 你們說的話 是對的 即是如果那些人說 師傅 我怎樣可以多點桃花啊 這樣 就化妝了 其實 而且穿少一點 就多點桃花 但是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 Quality的桃花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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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撿得這麼正 但是其實你是 只是跟男生做節目的 那你就吸引了一些癡漢 我那些給你 那些給你 去你的粉絲 這麼大 哇 那些很恐怖的 他說當你是他的人 你要了他 謝謝你 不要哭 你帶些手信回來 就是這些 謝謝 我覺得 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還有 所謂的命運 都說我們沒有辦法證明到 譬如我們有這麼多道理論 人人都說一句話 是不是 必然必然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沒有必然的 但是你不做 就必然死 你做了 就算死了 我也覺得值得的 又跟你爭辯了 什麼時候做 什麼時候不做呢 to be or not to be OK to run or not to run 喂 這些才是 考一個真智慧的時候 是不是 你到底做 做還是不做 做什麼時候做 怎麼做 怎麼做 怎麼為之做得對 不是這麼簡單 譬如 但這跟他們的命運沒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一個 大家都知道 《易經》的掛裡面 有一個掛 很清楚講得明白 有一個掏 一個解釋就是 潛龍物用 如果你那一年 或者那五年 是會走很差的 有官司 有訴訟 而且你做什麼 犯犯都衰的 事件 事件 都衰的 其實你潛龍物用 你不動 好過動 這個就是to be or not to be 這個時候我要 你越想越想越想要知道 知所進退 知所進退 一定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 你就欺負 但如果我這樣說 我覺得不做 也是做的 即是說你本來 是打開一些要見人的工 在大機構裏面做一個高層的 因為你潛龍物用 我就退了那份工 去讀書 舉例 其實你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action 因為你避開一些東西 都是一個action 如果說起潛龍物用的話 他是說 不是禁止那份工 你禁止那份工 你就已經是動 他叫你物用 就是你不要動 那你放在那裡 就被人打 你本身的工作在哪裏 你就繼續做那份工 你做那份工 你發覺 每個人走身衰運 即是太歲年那些 就會很討厭那份工 很討厭他老闆 然後什麼都不妥 就很想動 但是往往就是動則得救 四個字 你越動就越糟糕 所以其實那個 逆經的智慧 在於你的判斷 你怎樣判斷什麼時候 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說其實是一個循環 他裡面跟二十四節氣有關 跟你的人生運勢的起跌有關 其實他全部 你看到是他寫得很具細無謂 他給了一個知道 他給了一個知道 你們兩位聽不聽我另外一位 都是高人 講這個 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職陰功 五讀書 一會兒你跟我解解一下 通常那些人摺不到下去 六什麼七什麼八九什麼呢 沒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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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這個高人 怎樣用現代的方法 去理解 去講這個 五樣東西 先 他的比喻 就是駕駛 一輛車 一輛 一輛 就是現在這輛車 譬如 我舉個例子 叫做 奔馳 名牌 德國名牌 這個就是你的命 有些人 一跌下去 那輛 不知道什麼 雜牌車 我都不懂得說 那輛車 就不知道什麼 阿珊卡拉做的 跟德國人的鋼水做 差得遠 就是說 你的一命 你生出來的那個命 就等於這輛車的原廠 是不是一個堅 還是流 那我好桌呢 我早上都積了一些陰德 變成我生在一個書香世代 變成我的出身都著數了 那你兩位呢 我看情形都是好的出身來的 嗯 而運呢 就說這個運呢 就是說 你這輛車去了哪裡駕駛 如果你在紐約駕駛 你在香港駕駛 OK 這個運呢 賣了去那裡 但是不幸運 你賣了這輛車去非洲 那裡沒有條路 不用啦 鄰近經濟強國都很糟糕啦 是啊 或者它不是在城市駕駛 運呢 捧了你去山邊的崎嶇的石路 那你的運呢 那你的運呢 話知道你的車怎樣原廠很厲害 你都磨損的 很容易 很快脆 就報銷的了 如果你是集牌呢 就更加啦 啊 三風水 就是你怎樣 在那個環境裡 多不多 雪落啊 有沒有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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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開發,五讀書就是你的knowledge 你給一個人,如果是交通知識好些的 或者對人好些的,有忍釀的 或者他不是忍到大陸開車亂飆的 他説知你生死,那就是你開車的人本身的性格 引致到這輛車 他用了這個說法,人整個命運就是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只一本讀書,等於用車一樣 那有沒有些道理呢?我又覺得真是有些道理的 這五個element都影響到我們一生的生命 所以他做事不是說誰是party,誰是最重要 五個東西其實都很重要,如果你是用這樣來理解 所以我拋穿日浴,兩位聽了之後 有什麼反駁呢?我都是有存疑的 我是懷疑論者來的,我不是一個 任何東西都信服的人來的 任何東西都要多一點意見,多一點聽 然後再增加自己想的路向 所以我又聽聽兩位 或者聽眾呢,聽完之後呢,也可以給意見我 有一個聽眾呢,就搜尋了的,我相信 這樣呢,就這個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職陰德五讀書 六明七相八敬神,九交貴人十養生 其實呢,這個是,我本身是記得的 這樣,怎樣?六是什麼? 六明七相八敬神,九交貴人十養生 然後有沒有貴人? 六明七相,八敬神 九交貴人,十養生 六明七相,八敬神 九交貴人,十養生 九交貴人,十養生 十養生 這件事呢,我覺得放在現今社會 其實呢,第一呢,當然是命啦 如果你出生是誰是誰的孫子 誰是誰的兒子 誰是誰的兒子 我老爸是李剛 或者他爸爸是賈慶林 他的爺爺是賈慶林 他爸爸是哥登春 那就已經不可以了 那不就糟糕了 大哥,很簡單的 你爺爺是賈慶林的話 你就可以三點八七億年數兩個單位 你只是一個畫廊裡的實習生 都可以的嘛 所以不要說沒有命 當然是有的,大哥 我相信就是出廠 你的廠是什麼牌子 這個今時今日覺眼的 那你在越文明的地方 就越不覺眼的 但是呢,你在一些不太文明的地方 就很覺眼的 譬如你發覺中世紀,你是什麼家族 對呀 那你就不會是 lordship 你是不是 aristocrat 你不是揮號 你是不是貴族 對呀 你是出生在將軍的家族 或者是大明的家族 跟你是普通的一屆草民有不同的 有些食飲 就是了 對呀,沒錯 或者你是有著為世襲的 就是了 有任 有扶任 有祖禁 就是了 今時今日我覺得 一命的二運三風水都要退 二是什麼呢 是貴人 貴人 在現今這個社會 都要看你認識誰 我一走出去說我認識次官 喂,通行沒有了 基本就是 如果1997年的時候 我認識次官 我的提名是次官 你猜當年是誰坐正 當數都是你 就是了 貴人的重要 而且現在 譬如我要參加一些什麼論壇 或者去一些什麼大的分享 我又說我認識Gordon Poon 又會不同的 所以是真的跟一個貴人的關係 比你的運有關 當然你可以爭論 你正在走運 你才會認識貴人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今時今日 譬如哪個化妝師 是吧 哪一個風水佬 都是替哪個名人看而彈起的 還不是貴人重要一點 這個呢 我覺得貴人 這個很抽象的東西 其實呢 就是有少少 現代人的 所謂社會 社會關係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 人際關係 在裏面雖然說什麼都公正公道公平 但實際上呢 人事關係呢 都幫了很多的 如果 所以現在很多人還是用Drop name 用這個方法去交正應酬 我又認識哪個 又認識哪個 又認識哪個 為什麼他經常要Drop name 就是因為呢 好似語有榮儀 其實呢 我們知道 並不是 等於你認識李嘉誠 你是有錢人 我認識李嘉誠 又要有錢 不是的 我的唐大哥 叫做劉電雀教授 難道我又很可惡問嗎 我當然不是 但是問題呢 你告訴我 你是劉氏家族 劉電雀教授 你的唐大哥呢 你的身份就高了些了 所以呢 有貴人的 沒有說沒有的 阿潘你說是不是 你讀書的時候 認識劉電雀教授 我認識劉電雀教授 但我沒有上他的唐 我都覺得呢 其實這些東西呢 我只是說一件事 我是說個性 等等 對不起 我拆開你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又去廁所 不是 在網台界更加各 是不是 你認識誰 跟不認識誰 你埋到邪惡老人班 你就已經是這個 廢的象徵了 人家 你說行公二號年文 不是 總之有三大邪惡人 你埋得去的 又或者是楊冷煲 蝦子面也好 貓山王也好 或者是教主 行公二號年文 你的污水潑向別人 自己一定會一生都可以 還回你的清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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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埋得去 說是說 說是說 你埋得去的 就是廢的象徵 你不要這些邪惡人 傳媒有四大不要面 網台有三大邪惡老人 真的挺好 當然 對吧 那就是 你認識什麼人 中外股金提 這個人際關係 是有影響的 所以有貴人 另外 貴人的相反 小人 賤人 你去鵝頸橋 經濟就要打 快到了 拖鞋打他 喂 你記得跟我 整份 去鵝頸橋 快要經濟 想誰 打我這個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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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想誰 打幾個小人 是 有幾個小人 給我一個list來 我幫你搞定他 你還在這裏 不用 次哥 我弄貓屎 一刀下去就搞定 為甚麼超心 你有沒有這樣的法力 為甚麼超心 是 好 繼續 繼續 我剛才想說 你 我現在知道我講什麼 我未有老人纏維 你記得 就說 所有的東西都對 但是第一件事 就是不能刻意 不能刻意 不要故意這樣鋪排 對砌一塊東西出來 即是說 我覺得 要看多些中國古書 即是好像這個 鳳寬 甚麼不要刻意解釋一下這句 即是不要刻意 不要刻意甚麼才行 不要刻意識貴人 不要刻意去巴結鳳凝 是不是 我就說 中國古書裡面 孟常軍 養了食客三千 其中有叫鳳寬 甚麼都不行 走又不行 站又不行 但是很隱瞻 食無魚 出去 出巢 又要你給BANSE去坐 又要吃狗大鬼 但是孟常軍 就不知道這個人能力不厲害 又廢字和他犯 即是你叫什麼給你,但是到了需要這個人的時候,他就發揮了功效了, 即是說他叫他收帳,這個馮歡去到那個環頭深水埗那裏, 見到那些人這麼慘,燒了那些債券,就是燒了那些借據, 他說我老闆都不自在那些開飯,你這麼慘,我們全部不要了, 我們沒有你的錢了,你不用給我了,你好好地做事就可以了, 給心機,不要那麼辛苦,為了還債,又賣仔賣女了, 好了,到了孟常軍著草的時候,突然間就去了深水埗, 那那些人就說,這個老闆當然對我們有恩, 所以我們今天要救他,就保存一命,即是孟常軍對馮歡很寬大, 你要檢查,要吃東西給他,從來都不要說這個人有什麼回報, 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馮歡就不聽老闆說, 叫他收帳,他卸免了人家的債, 但是他那時候就打算積回這些福, 他沒有想過,第二天人家會幫你的, 也沒有想過他老闆要著草, 但是到老闆著草的時候, 剛好去到那個地方,那幫人寄到你的恩就幫你了, 所以這些事情什麼都不可以刻意, 但是做事一定要做一些好的事, 不要想過收帳, 都某年某月某一日,那個人就會幫回來的, 這個呢,這個我們佛家都說, 種下去的, 聽不懂嗎? 這個呢,如果你說《易經》裡面都有些卦, 《易經》裡面有一卦叫《蒙卦》, 蒙卦說,你如果那個人是不誠心, 不是真意去問那個卦, 是不靈的, 說得明白的, 你不要亂來考驗那個天啊, 那個天不是跟你玩的, 你一會兒一定是要很誠意, 你不要是又問, 不是又問, 又問這個六合彩開的號碼, 不理你, 一定是給那個錯誤, 讓你煽死你的, 所以呢, 這件事是對的, 就是不能夠誇張自己的德行, 而是做了很多是陰德,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陰公, 那個公字呢, 就是公勞公, 不是公婆公, 是陰公, 要有些不是陽公, 不是演日出來的那些, 是不是? 即不是刻意, 不是堆砌, 不是故意做, 不是, 十幾萬買條裙, 跟著呢, 化行了妝, 設了頭, 帶幾千萬珠寶, 走去對一張巨型大支票, 那種慈善晚戶, 是啊, 不是那種, 或者那些什麼千億媳婦, 又走去扶貧, 又走去第三世界國家那裏, 哭苦哭忽, 那些那些, 我覺得就被人覺得是很虛假, 那些其實沒有積到陰德, 沒有的, 因為那些不是陰德, 那些是炫耀, 那些是炫耀, 炫耀而已, 那已經消滅了所有你的功勞, 所以很多人認為, 我都做了一件事, 為什麼沒有好報呢, 他不知道那些事是怎麼做, 那些人做極都不會有好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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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明晚呢, 我就會做這個, 如是我聞, Live, 我就是會講命運的, 是, 今天你開個題, 開得很好設觀, 我明天就再講多些, 好嗎? 好啊, 我們洗衣公廷, 不要玩,不要玩, 我看你, 學過, 我們沒學過, 我們是懷疑論者, 我想我是懷疑論者, 阿寬其實也是懷疑論者, 我們是比較上一套科學出怪, 我們用日常生活的經驗, 來探討這個問題, 是吧? 我都很贊成你剛才所講的, 如果是不肯定的, 這麼多種不肯定的, 就應該當沒有先, 當了沒有, 那這個就是很中肯的, 很科學的心態, 然後去求證, 然後去求證, 你當有就不會求證的了, 你走了一個faith, 你有一個信念, 你看樣樣都對的了, 在我們現在的人的想法, 就是獨立思考, 在我來說, 我又叫做懷疑論者, 或者不可知論者, 這樣呢, 就用這個方法來看, 不是等於我不信有神, 又不是等於我不信有佛, 我都信的, 我是信道理, 又不信神跡, 這樣解釋, 時間怎樣? 時間, 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我們還有六分多鐘左右, 我們還有六分多鐘左右, 那阿潘有什麼總結, 有什麼說法? 哦, 我不敢總結,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想說, 如果你不刻意, 你要做, 你做什麼呢? 就是說, 最重要是讓人自己心舒服, 如果我代仁已成, 我用一個, 其實不一定是代仁已成的, 代仁也要成的, 就是說, 如果我想成功, 那什麼叫成功? 賺很多錢, 未必一定, 但是如果你比如說, 我做音樂, 我是很喜歡音樂, 我整個人沉醉到那個音樂, 有些passion在那裏, 那你將來可能懷財不如, 但是你成功的希望, 大過那個做音樂, 沒有passion的人, 這個就是那個成的意思, 但這個呢, 我們的朋友, 探中就會跟你爭辯, 他就會說, 他什麼都爭辯, 他就會說, 有誰誰, 幾個沒有passion, 那些歌全部是搬回來抄的, 但是, 因為他懂得誰誰誰誰, 懂得打交道, 所以他就大紅大紫了, 這樣, 那這一種不公義, 我明白是存在的, 但是, 是不是因為, 因為有這件事, 而 dictate了你, 會不會對他人有passion, 我又覺得, 你是可以不用理他, 是呀, 他不關我的事的, 絕對是呀, 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呢, 是向, 人類, 譬如說, 對音樂的, 對這個藝術的負責任, 不是對現在, 今時今日成功, 與否做負責任,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 有classical, 有一個典型的成就呢, 這個典型就可能是五百年之後, 你才發現的, 喂, 大家知不知道, 凡哥當年畫畫, 是沒有人買的, 他死了也沒有人買的, 死了之後才有人買的, 死了之後才有人買的, 沒有人買的, 他小朋友給他買了一幅, 他不知道多開心, 他的成就是幾百年之後, 是吧, 有什麼叫存在主義, 他在世的時候呢, 他講的東西, 人家看都不看你, 在這個捷克, 這個叫做卡夫卡, 當他傻佬啊, 傻的, 這個人傻的, 都不, 小的東西都不知道什麼來的, 亂來的, 但是現在呢, 是世界文學來的, 所以呢, 不是說只是看你現在的成就, 現在的成就, 可能是很厲害賺很多錢, 但是實際上呢, 過兩年你死了之後呢, 或者那個時間呢, 會慢慢把它洗淡了, 原來呢, 是沒有價值的, 不是奇的, 所以呢, 探長講的東西, 他還沒看牆, 就是看勝在起跑線, 他沒看到個終點, 就是我大膽這樣批評, 是吧, 這個呢, 要他來到不公道的, 我們現在批, 他不在場, 是不公道的, 叫他有空回來, 跟我們咬咬是好的, 他答應三月會發出現的, 我留給你跟他咬, 我跟他咬了很多年了, 我沒有氣, 他其實這個性格有的, 在金融白小說裏面呢, 天龍八部裏面有個角色, 叫包不同, 大家記不記得, 你看看天龍八部, 總之你講東, 烏蘇慕容家裏面其中一個謀事, 四個家人之一, 四個member之一, 一個風波惡, 一個包不同, 我都不記得, 沒錯, 風波惡, 最終有人打架, 包不同, 總之你, 什麼都要跟你說相反, 但是你的包不同很怪的, 譬如你說, 雞胸肉滑過雞腿, 他就說雞腿滑過雞胸肉, 你如果倒過來說, 他就倒過來說, 所以包不同, 是啊, 他沒有一個既定立場, 總之你走左, 他就走右, 我名探長來的, 是啊, 探長就是這樣, 是啊, 探長就是包不同, 整個包不同, 有時候見到他, 都不知道好笑還是很生氣, 有時候覺得很過人, 尤其他對我有恩, 為什麼? 哎呀, 給了很多, 這個, 我看嘛, 我覺得他是我恩人來的, 是啊, 上身了, 看著身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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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官, 看著身子啊, 開心啊, 老友不是那麼多, 又不見你給我, 哈哈, 我對著你, 我疼著你身體啊, 現在老當益狀, 當然要, 就是, 蓮婆老耳上能犯否, 老耳來見, OK, 那我又要拿一個彭祖養生錄跟你說的, 反正保留, 你後來, 你後來, 你實在養生, 是什麼養生? 喂, 那這個其實很合理的, 大哥, 如果你去到五十歲, 才行運調, 你五十二歲死了, 你是不是很疼? 那你當然要長命才好, 現在的人就說, 喂, 不是啊, 那麼長命把鬼人那些, 喂, 你不長命, 你哪有得響啊? 現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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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就是養生, 養生就是, 你身體夠好, 你懂得走, 懂得走, 有錢, 有閒, 跟著不用日日被老闆, 就是在那裏叉, 捉住你背部叉的時候, 那你才有得, 去享受你的人生, 將你的成就兌現的, 這就是命啊, 這是命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從命生出來是這樣, 我生出來, 含月金鑰匙出生, 我就不用那麼多煩惱, 永遠不會打工, 永遠不會受人氣, 永遠別人受我氣, 那這個就是命了, 包括了, 志官啊, 這個呢, 你就有所不知了, 即使, 貴如, 這個九五之尊, 都有煩惱的, 我們又可以說一下, 康熙皇帝那幾個兒子, 欠獲金的時候, 是不是? 就算被你欠到, 被你做了皇帝, 都煩到爆, 因為煩惱是必然的, 是一定會有的東西來的, 跟你的身份地位, 有關也都可以說是無關的, 這些如是, 我們慢慢說, 佛國裡面的八虎, 即無論任何人, 皇帝都有這八種虎, 沒有說沒有的, 所以, 有時候, 只要是一種做法, 就是看得開, 如果你看不開, 那就虎上加虎, 有時候皇帝還斬過平民, 這個漢獻帝當日, 對著天說, 生生生世, 不要再生在帝皇家, 這樣的皇帝不做好過, 真的, 是啊, 是啊, 沒錯, 很多皇帝, 臨尾, 收檔的時候, 都說這句話的, 都是說, 做任何事都好, 最好就是, 不要做皇帝, 做皇帝就是最慘的, 死上來, 壽喜夫上來, 就比其他人, 大很多倍的, 是的, 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了, 是的, 我們, 有一個預告, 接下來幾集節目, 明天晚上, 如果想聽, 說命運, 接著, 新春, 怎樣老禮, 那些什麼, OK, 怎樣叫做, 太歲, 我也想聽一下, 是的, 明天晚上, 會說的, 我, 我SOLO的, 如是我文, 就很難答應, 你有幾長時間的, 即是, 我有多少戲, 就說多少, 這樣, 然後呢, 禮拜二, 我們有潘先生, 的這個, 倫進猛丁哥, 是的, 倫進猛丁哥, 很Hardcore的, 時政節目, 我以為你那些四仔Hardcore, 好Hardcore的, 是的, 我也有聽的, 有堅定, 那麼, 禮拜三呢, 我們的, 決戰, 決戰中環, 不說是誰, 先賣個關子, 是, 禮拜三, 這次一定要看, 決戰中環, 我們會有重磅加班, 但我們就不說誰,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 但是一定要重量級, 真的重量級, 一定要看, 是的, 所以, 禮拜三, 禮拜二, 和明天的節目, 除了明天的節目, 大家可以聽, 可以不聽都行, 禮拜二, 禮拜三, 一定要聽, 我又說, 我禮拜二有個神秘嘉賓, 就是一個, 少年英雄, 即是, 他基本上是四處都是, 辣著火頭, 很威民, 四處為敵, 是的, 我不是代表我同意的觀點, 但是我覺得一定有火花, 好, 是, 在政治上, 如果你不認識這個人, 你都很小, OK, 戴白眼鏡的? 不是, 當然不是那些, 你都知道, 那些我不會跟他同台吃飯的, 那些, OK, 即是那些什麼, 即是那些什麼青年學生, 要搞革命那些, 我不會跟他同台吃飯的, OK, OK, make sure, 那星期三, 我們那個, 就不是青年的, 是老人家來的, 但是, 重量, 真的很有份量, 我都知道, 很重的份量, 真的很重的份量, 但是現在不告訴你, 現在不告訴你, 但是大家, 吵吵吵吵吵, 那星期三, 我們那天, 會早一點做的, 就11點鐘, 跟平時有點不同, 就不是11點半, 是11點鐘的, 好嗎? 但是, 還要呢, 不只是你看, 不是你聽, 還要呢, 叫你的朋友, 沒錯, 去訂閱這個社會, 是啊, 沒錯, 跟他們分享我們的影片, 是啊, 不是, 幾樣東西, Live也要啦, 幾個media, 我們都是有出現的, 這個呢, 不可失了, 我看呢, 丁又年之後, 這個社會, 慢慢一步一步, 就是, 興旺起來, 尤其是, 呂王, 轉了這個髮型, 這個, 有貴癮, 有貴癮, 是啊, 多謝, 有人留意到, 我花了錢, 剩了頭, 不是, 剛才說的那些, 現在, 你現在像個少婦, 喂, 現在, 什麼態度, 少婦, 不需要, 少婦說, 有這個魅力, 有魅力, 我要是少女, 我不要少婦, 少女就, 就是, 大膽說句, 難一點, 難一點, OK, 我明白, OK, 好, 今天, 多謝, 拜拜, 再見, 星期二、三, 一定要, 星期日二、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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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